用椰子做的食物总能勾起大家的食欲 椰子作为食材加入到烘焙中也很常见 这个视频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个十字椰浆包的做法 喜欢的朋友一定别错过 我喜欢用椰子做的各种美食 甜的或者是咸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又可爱的椰浆十字包 下面来看看它需要准备哪些食材 在这里我准备的有高筋面包粉 当然你需要椰浆 黄油 鸡蛋 酵母 盐 还有糖 那么在酵料部分 这边我准备的有淡奶油 椰浆 蛋黄 糖 淀粉 还有低筋面粉 这里还有自制的香草精和一些椰蓉 这个面包教过大家很多次了 今天我带给大家是一个椰子口味的 非常浓郁的椰子口味 那么基础面包呢基本上和别的这个配方是一样的 我们就把盐糖还有酵母放进去 大家放的时候要分开它 然后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我们把椰浆呢和鸡蛋混合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这个椰浆是非常浓 非常厚的这种椰浆 如果你要是用这种比较稀的椰浆呢 那么做出来味道和质地肯定是和我的不一样的 那你可以选择跟我买一个品牌的椰浆 然后我们把鸡蛋和椰浆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打开机器低速 把椰浆和鸡蛋慢慢地倒进去 当我们的盆里没有干的面粉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黄油加进去了 这个黄油呢大家用室温扰化的黄油 然后我们把机器速度稍微调得快一点 让面团呢揉成表面光滑的面团 好了我的面团已经在这揉了差不多有10分钟左右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团非常柔软 就像小宝宝的小屁股一样很舒服 然后呢像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样 把这个光滑面翻出来 像这样形成一个表面光滑的面团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盆里盖上盖子发酵到两倍大 好了我们把火打开 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椰浆还有淡奶油加进来 然后我们把这两样食材呢加热 然后在这里我准备了另外一个碗 然后我们把两个蛋黄把它放进来 然后剩下的食材 砂糖还有我们两种粉都把它加进来 然后我们用一个打蛋器呢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鸡蛋和糖还有面粉淀粉呢搅拌成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稍微有一点点流动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儿 现在呢我们关火 关好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椰浆和淡奶油稍微有一点点热就可以 不要把它热开了热开了就热过了 然后我们加入一点点就像我们做卡士大酱一样 然后呢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一点点再搅拌 直至它们完全混合 然后我们把所有食材呢再倒回到我们的小奶锅里 在小火加热的同时呢一边加热一边搅拌 直至我们的这个蛋液呢变得非常粘稠 现在呢我们稍微加一点点香草精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卡士大酱已经非常粘稠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以后把它倒在一个提前准备好的小碗里 然后等一下呢我们拿保鲜膜把它盖起来 然后我们放到冰箱冷藏固定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面团已经发酵得非常健康 很漂亮已经两倍大了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从这个碗里拿出来 那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桌子上撒上一些薄薄的面粉 然后我们把这个面团拿出来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面团上面稍微也撒上一点点 薄薄的一层面粉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把面团平均分成九份 我们每一个小面团的重量呢大概是71克左右 然后呢大家分成九份以后最好是把它撑一下 就像之前教给大家的一样 然后我们把这个面团的光滑一面呢把它翻出来 然后形成一个表面非常光滑的这样的一个小面团的这个形状 然后把它放在这儿 然后呢找一块保鲜膜 我们把这个九个小面团盖起来 让它在室温下稍微醒发一下 大概五分钟左右 在这里呢我提前准备好了一个八寸的方的蛋糕膜 然后把下面铺好烘焙纸 然后我们把它先放到一边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的小面团也醒好了 我们取一块小面团让它收口处朝下 然后如果下面有点粘呢 稍微撒上薄薄的一层面粉 拍一拍 把周围拍一拍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冰淇淋勺 最小的 这个是应该是2.5公分直径的 然后我们瓦一勺卡士达酱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边上收口 就像你平时包包子一样 把它收起口来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最后一个小面团就做好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盖上保鲜膜 再盖上一个茶巾 让它在室温下 发酵半小时 我们的小面团发酵到两倍大以后呢 大家就可以打一些蛋液 然后把它刷在上面 刷好蛋液以后呢 我们把剩下的卡士达酱 把它挤在面团上 挤的时候呢 我们挤个十字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撒上一些漂亮的椰丝 这样吃起来味道会更浓郁 然后之前呢大家准备好 烤烤箱180度 然后等一下呢我们的面包要放到烤箱里 差不多烤15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我的面包烤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金黄金黄的上面有毛毛茸茸的这样的椰丝 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面包呢在我的烤箱里烤了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接触面呢也有拉丝这种效果 然后呢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里面有这种软软的 然后这样的冒着这种非常非常香浓的椰子的味道 我跟大家说过我喜欢椰子做的所有食物 咸的或者是甜的 咸的我喜欢比如说像这种 泰国的绿咖喱啊或者什么都很好吃 给大家尝一尝啊 嗯 超级好吃 里面是软软的椰浆 然后特别浓郁 跟外面这个刚刚烤出来的面包是这种焦酥的这种 还不是特别软 真的是非常好吃 如果你也是和我一样 喜欢椰子做的口味的食物的话 一定要试试这个食物 如果你喜欢更多的美食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燕燕飞车和燕燕迪雷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下面先来看看它需要准备哪些食材 在这里呢我准备的有高筋面包粉 当然你需要椰浆 黄油 鸡蛋 酵母 盐 还有糖 那么在酵料部分呢 这边我准备的有淡奶油 椰浆 蛋黄 糖 淀粉 还有低筋面粉 这里还有自制的香草精和一些椰蓉